从我外祖父1932年去那个村子 一直到大概是三年前 他们村里的人到北京来看我们 那已经90年了 这90年的发展简直太快了 尤其是近70年 道路交通 原来根本就不通车 当然那边有什么茶马古道 你可以有马的话 要不就不行 要不就骑马 那么76年我们去的时候 已经修的已经通车了 可是路不是硬路面 就是那种跟卢渣似的那种路 那么原来需要走三四天的路 大概开车开个半天就到了 原来的那个弯弯的小路 现在就在那个河床上高架 你知道吗 它现在一个山谷 它也不是挖这边 也不是挖那边 它就在那几个柱子 那高速路 结果呢 从就是说三四天到三四个小时 到差不多一个小时